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2年1月25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邮报 昨天拜登老爷子又在说话上闯祸了 他在记者会刚刚结束的时候 骂了一位记者 说他是个愚蠢的王八蛋 这件事情引发外界的热议 24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记者会 当记者会散场的时候 福克斯的新闻记者杜西向拜登提了一个有关通胀的问题 他说,你认为通货膨胀是七中选举的政治负担吗 拜登先是回了一句,说 不,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随后,拜登又轻声的说了一句 真是个愚蠢的王八蛋 对此外界纷纷猜测 有人认为 拜登可能是因为麦克风已经关了 才说出这样的脏话 但白宫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今天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拜登在事情发生后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就亲自给杜西打了个电话 并澄清了事情的误会 据报,杜西在接受福克斯的政治节目 汉尼提采访中 主持人汉尼提问杜西 总统是不是向你道歉了 杜西回答说 拜登消除了误会 我很感激 随后汉尼提又笑着追问 说,对我来说 这不是一个答案 他道歉了吗 这听起来不像是个道歉 接着杜西又回答说 他说,这指拜登 他说,这不是私人的事情 朋友 报道中就是这么写的 英文的原文是 It is nothing personal, pal 我觉得这句话 如果按照我们中文的逻辑 来理解的话 应该可以理解成 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事情 总之吧 目的是为了澄清误会 然后杜西又跟主持人说 他自己非常感谢拜登 能够主动的联系他 毕竟现在全球正处于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总统还愿意抽出几分钟的时间 打电话给他 他说,我不需要任何人向我道歉 好,那么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来八卦一下 首先,我觉得拜登老爷子 可能真的是脑子有点糊涂了 不管你针对谁 在记者会上,话筒还没有关呢 既然说出这样的脏话 你说是不是有一点点老糊涂 那么对此呢 有一个当时在现场的CNN记者 他说,拜登应该知道话筒没关 因为这不是那种夹在领子上的领夹麦克风 话筒就摆在他的眼前 记者们都还没有撤场呢 所以呢 我觉得这老爷子可能是当时脑子一时失控了 毕竟人家已经是80岁的人了 是吧 第二,我们可以看出 福克斯的政论节目主持人 汉尼提 唯恐天下不乱呢 在访谈里面 人家当事人杜西 其实一直都在回避 总统是不是向他道歉 这个问题 但是呢 汉尼提却依然追问 就是想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不过人家也是个记者嘛 反应也挺快的 所以呢 杜西没有被汉尼提带到坑里去 这要是如果换成一个普通人 没准在镜头前 被主持人这么一追问 可能就被套进去了 最后呢 就直接变成拜登向杜西道歉 这是有可能的 不过根据这通电话来看 拜登也确实是向杜西道歉了 只不过呢 人家是总统嘛 是吧 亲自打电话给你 来澄清误会 这也算是低姿态了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个主持人 是唯恐天下不乱 不过这个也正常 因为汉尼提是一个 非常著名的政治评论的主持人 也是福克斯的一个当家主持人 人家是个保守派媒体嘛 你民主党的总统 捅了个娄子 可不得抓住辫子 好好地甩你一把 是吧 如果这句话啊 我们说要是换成当年川普说的 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不得了了 你觉得CNN会放过川普吗 好 那么第三个角度 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啊 美国的总统啊 也确实是不太好当 即便你是总统啊 你也不能随便骂人 是吧 尤其是记者 你骂了记者 那还了得 这件事情要是发酵了 记者还不得摸你一身黑呀 是吧 所以说呢 在民主国家啊 记者是最不能惹的 尤其是当官的啊 要是惹了记者 就是拜登的下场 啊 那么这件事情呢 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来看的话 啊 就是即便要道歉啊 最多呢 领导也就找个秘书给你打个电话 是吧 这也就行了 还总统亲自下厨 下厨误会 确实啊 这个我们呢 没怎么见过啊 不过呢 也有人肯定会说啊 这就是政客啊 他们在演戏而已 当然我觉得 这肯定是演戏 谁会愿意在自己骂人之后 心甘情愿的 向对方道歉的 是吧 这种道歉呢 几乎都是表面上的 但是呢 其实人类不就是打着文明的旗号 只是为了获得一点 表面上的尊严嘛 所以说 不管是不是演戏 至少拜登还亲自主演了 没找替身 你说这需要表扬吗 在民主国家 没有人会表扬他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 通过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些老政客 确实是非常圆滑 平时我们看拜登啊 跟记者 表面上呢 都是笑嘻嘻的 笑面虎 但是呢 你看 心里是怎么想的 真是个愚蠢的家伙 这就是政客的内心独白 只不过呢 拜总统一不小心 把这个内心独白 给读出来了 好吧 我们就八卦一下啊 其实呢 在西方社会 总统向民众道歉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知错能改 态度还是不错的啊 拜登依然是个好同志 拜登啊 最近的麻烦 确实不小 乌克兰的问题 已经是交头赖尔了 你又骂了个记者 媒体是你总统能惹的吗 是吧 你看这个事情又来了 纽约时报 揪出拜登在防疫上的 三大问题 三宗罪 问责来了 据纽约时报报道 拜登政府防疫政策的三大症结 第一 轻视变种病毒的威胁 第二 防疫过度依赖疫苗 第三 防疫措施混乱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 轻视变种病毒的威胁 报道指出 去年春季 由于疫苗的大规模接种 拜登政府似乎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于是联邦疾控中心就宣布 只要打了疫苗的 就可以不戴口罩了 而且还在7月4号国庆日当天 举行了庆祝 当时拜登说 我们距离战胜疫情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而这个时候 Delta变种正在印度肆虐 但当时并未引起拜登政府的重视 因为他们认为 疫苗很有效 疫苗可以抵挡Delta变种的威胁 但是到了7月下旬 坏消息就来了 根据CDC得到的数据显示 即便是已经打了疫苗的人 照样还是会被感染 而且还会传染给别人 这也就是说 之前CDC颁布的解除口罩令 是错的 之后CDC又重新修改了口罩指南 但是民众的口罩已经摘下了 本来大家都不愿意戴口罩 所以说很多人就不愿意 再继续遵守口罩令了 直到今天 全美各州各郡 对于戴口罩的问题 始终无法同意 甚至还有很多人在反对 第二 过度依赖疫苗 因为拜登政府在Delta变种最严重的时候 依然将疫苗作为最重要的防疫手段 而忽视了检测试剂的重要性 从而导致检测试剂严重缺货 最终造成大家都无法知道 自己究竟是不是已经被感染了 进而加剧了病毒的传播 第三点 防疫措施混乱 报道指出 拜登政府在防疫措施上 一直都比较混乱 从口罩令的出尔反尔 到补强针的放行 各个机构意见不同意 最终导致这些决策操之过急 以及近期CDC又缩短了 确诊的隔离天数 正是因为这些默认两可 招令西改的政策 使得联邦政府的防疫指引 公信力大受影响 因此民众和地方政府 在配合度上也难以默契 报道指出 在公共卫生界和反对派的巨大矛盾下 拜登在政治上瞻前顾后 例如早在去年3月份 CDC就曾建议要实施疫苗护照 但直到现在 依然还没有实行 去年夏天 公共卫生官员就曾建议 要实施疫苗接种令 但最后直到9月份才成行 总统迹象表明 拜登政府在防疫政策上 几乎已经是前驴即穷 虽然说 拜登在去年接手时 美国已经是一个烫手山芋 客观原因确实存在 但在具体的防疫措施上 拜登确实做得不够 这也正是很多选民对他不满 导致他的支持率 严重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好 下面还是一篇 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据报道分析认为 现在美国上下都在朝着 解除防疫措施的方向前进 拜登政府也陆续放出 美国人民要学会和病毒共存 并认为在不久的二三月份 美国便可走出疫情的泥潭 这其中当然是有 疫情趋缓的本质原因 但同时这里面 也存在着很大的政治考量 因为在疫情之下 美国人已经经历了 长达两年的防疫持久战 人们似乎都已经对防疫产生了疲劳感 如果再持续实行防疫措施 很容易引起民众的情绪逆反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 美国将在今年年底 举行七中选举 因此很多民主党执政的州 州长们认为 民众在迫不及待的 希望走出疫情 这个时候 如果政府继续采取 严格的防疫措施 那么也就相当于 把其中的选票拱手 让给了共和党 因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共和党执政的州 在防疫策略上 一直都比民主党的蓝州要松 如果在即将到来的 选举的背景下 民主党要是逆着民众的呼声 那么可能就会被贴上 封锁和强制的标签 所以这对民主党的七中选举 是不利的 因此民主党各州的州长们 就开始纷纷的转变态度 开始在舆论上 倾向于走出疫情 松绑解禁的路线 那么有人会问 为什么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民主党的这些州长 在防控和限制上那么严呢 当然这跟当时的疫情火焰阵旺 有一定的关系 但其中也存在着很大的政治考量 因为疫情爆发之初 很多民主党州的选民 对严格防疫的呼声比较高 然而当时的美国 也正进入总统大选的冲刺阶段 为了赢得民意 很多蓝州州长 纷纷颁布居家防疫令 口罩令等规定 甚至有些州还采取了 长达好几个月的停业规定 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给拜登 这个民主党总统拉选票 所以说防也是为了政治 解也是为了政治 尤其是目前七中选举即将来临 而拜登的支持率下滑得惨不忍睹 所以分析认为 民主党又在开始拉拢人心 以便为七中选举拿选票 好 那么通过纽约时报的这篇分析 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 其实在防疫政策的背后 一直都有一双无形的手 在操控着社会舆论 引导民众的思路 其实这种现象 不仅美国是这样的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说 对于那些每天闭着眼睛高呼 我们相信政府 我们的政府是最可靠的 对于这样思考问题的人 我觉得最好还是要多买点口罩 有人说我们要的是真相 其实我在前两天的节目中 曾经说过 哪有那么多的真相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真相 其实都是政客们挖好的一个又一个的坑 这个世界其实处处都是坑 区别只是在于有些人往里跳 有些人绕过去了 好那么说到这里 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昨天在朋友圈发的一个信息 不是说最近国内有好几个确诊案例 是被包裹感染的吗 为了弄清这个神奇的包裹 是怎么感染人的这个问题呢 我昨天特意在网上搜了一下 包裹感染这个关键词 我是想看一看 英文世界的解读是什么样的 我呢就用英文搜了一下 结果呢出来的信息几乎都认为 纸质表面极难造成病毒传播 那么既然已经搜了 我就向大家报告一下 我搜到的这个结果 我们引用一个相对权威的一个机构吧 欧盟CDC 也就是欧洲疾控中心的官方网站 对于SARS-CoV-2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COVID-19新冠病毒 会不会通过接触受污染的表面 或物体传播 欧盟疾控中心的官网是这么解释的 他说有证据表明 表面传播不是SARS-CoV-2传播的主要途径 风险被认为很低 人们感染SARS-CoV-2的主要途径 是接触携带传染性病毒的呼吸道飞沫 在多孔表面上 例如纺织品、纸板、现金等 研究报告称 无法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 检测到活性病毒 在无孔表面上 例如塑料、不锈钢、玻璃等 可在数天至数周内 检测到活性病毒 然而 几乎所有传染性病毒 都会在72小时内 从这些表面消失 在大多数情况下 用肥皂或清洁剂、清洁表面 足以降低风险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像包裹这样的纸质表面 应该是不会传染病毒的 即便有病毒存活 从加拿大寄到了中国 这需要多少天呢 而这个病毒 它不感染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 不感染快递员 只挑收件的客户感染 这个病毒也是绝了 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是 病毒中的战斗机 不过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万恶的资本力量 操控了包裹这个孽畜 在我朝 腥风作浪 这个可恶的小包包 不对外恶的资本主义下手 只对我朝人民耍阴招 看我不把你揭穿了 大灰怨行 我们正经一点 我们是一个正经的节目 言归正传 自从这个包裹被怀疑 在我朝对人民下手之后 加拿大卫生部 它就不干了 那么大一个锅 光一下 砸在加拿大的脑袋上 你看这多疼啊 是吧 所以呢 加拿大卫生部就出面 进行了驳斥 说尽管邮件可能会被污染 但通过处理邮件或包裹 而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一般而言 新冠及其变异毒株 不会通过运输时间 长达数天或数周的物品 或包裹传播 另外呢 香港大学的生物医学教授 金东燕对西方媒体表示 如果国际邮件传播的推论 要进一步成立的话 必须符合两个前提 第一 从污染纸张上分离出活体病毒 第二 证实活体病毒和感染者携带的病毒 百分之百同源 如果纸张上检测到的阳性结果 只是死去的病毒 那么对于确认传播源头来说 并没有实际意义 所以说 看了这些资料之后 我就放心多了 因为我们家每天都要拿包裹 而且呢 每天都还要从油箱取信 我们这里呢 我们的水比加拿大要深 火呢比加拿大要热 要是搞不清楚的话 这一天呢 都提心吊胆的 万一这包孽 要是认出了我是中国人 偷偷的朝我下手 怎么办呢 是吧 还是搞清楚 比较放心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遵循 欧盟CDC的建议 要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 或者呢 用带有酒精的洗手液洗手 并且要避免 在和经常触摸的物体 包括纸臂和硬币 进行身体接触后 触摸面部 眼睛和嘴巴 我希望呢 把这个建议 也分享给大家 虽然包孽已除 但余党仍在 大家不可不防 下面我们来关注 今天的美国疫情 从今天的数据来看 美国的疫情呢 确实已经有了较大的回落 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2022年1月21号14点 全美确诊人数 累计7295万8690例 累计死亡人数 89万1595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病例 是46万5154例 死亡1193人 加州新增9080例 死亡92人 德州新增48,219例 死亡66人 佛州新增36,099例 死亡数据缺失 纽约州新增17,918例 死亡130人 伊利诺伊州新增9462例 死亡97人 宾州新增9331例 死亡22人 新泽西州新增4844例 死亡40人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